电动车製造商Tesla公司近日在加州和德州Ostin 实施了大规模裁员 涉及超过6,000名员工 文件显示 加州被裁掉的员工为3,332个 Ostin则有2,688个员工被裁 此举是Tesla进行的全球范围内重组的一部分 以此应对销售下滑和市场竞争加剧 Tesla首席执行官Elon Musk曾在内部备门录中提到 全球员工总数将减少超过10% 据2023年12月的文件显示 Tesla共有员工14.473人 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 由于持续的价格削减 Tesla第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9% 为201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但Mask表示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或者2025年初开始生产新车型 此消息公布后 Tesla股价在盘盒交易中上涨 Tenomis记者编辑报导 Tesla股价在于ca 在 Harlem 温暖抱描近